大家好,俄罗斯空军的一架米格29战机在俄罗斯南部阿斯特拉罕地区坠毁了 机上的驾驶员不幸遇难 这起事件也是俄罗斯军方在两天内发生的第二级坠机事故 俄罗斯南部军区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这架米格29战机18号在阿斯特拉罕地区叫阿斯陆克训练厂进行了例行训练任务 因不明原因而坠毁,飞行员当场死亡 俄罗斯空天军司令已经派遣调查协组前往现场调查坠机原因 这次坠毁的米格29战机也是俄罗斯军方两天内第二起坠机事故 8月17号给大家报道过一架伊尔112V运输机在莫斯科郊外坠毁 造成三名机组人员死亡 而机组人员是俄罗斯功勋试飞员 也是俄罗斯国家英雄英雄试飞员 三人全部遇难 这次坠机我从俄罗斯方面了解的最新情况 是这次坠毁的米格29没有带实弹 飞机完全进行飞行动作的训练 机上没有任何实弹 所以是一个空机 现在很多媒体的猜测 是这架米格29实际在做一些高难度动作的时候 可能失误 飞行员失误追悔 后续有最新的这架米格29的消息 在行动呢 词给予得要 要考虑